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 美日飞澳在南海大搞军演 看似在给我们中国挖陷阱 实则是给美国霸权掘坟墓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美国最近是麻烦不少 泽连斯基催着要援助 而以色列逼准美国下场 美国国内党争又十分严重 地统社伊朗更是不好惹 所以美国霸权只能埋起头来 当鸵鸟最好 对于白宫来说 此时正值多事之求 更需要能不挑事就不挑事 以免被盟友绑架下不了台 然而不知是拜登年老糊涂 还是美国鹰派昏了头 耶伦还在广州示好着 美国就又在南海地区闹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 4月7号 美日澳飞四个国家枪炮上唐 在菲律宾巴拉旺岛南海海域 举行联合军演 此次可不是什么互相遥望 敬礼和合影象征性的军演 而是正式的开展反潜战演起义 虽然军演规模并不算大 但是美日澳站台菲律宾的意味 十分明显 而且还充满了算计 美国非常希望中国能像俄罗斯一样掉进战争的泥潭 在拜登政府的视角中 台岛太小 也距离大陆太近 战断一开 美国基本没有介入的机会 而印度虽然自大 但是也不会存到越中国的红线 只有短视的菲律宾 国家体量失踪 同时领土东底太平洋 西邻中国南海 中国想要教训他就得劳师远征 美国就能从第一和第二岛链为菲律宾提供军事帮助了 这也是为什么佩洛西窜台 把台海这张牌打下之后 美国就选择重返菲律宾 此次带着日澳给菲律宾站台 也是告诉小马克思 中国水炮冲你 你别怂把中国也拉下水 有美日澳三国给你兜底着呢 这个算计看似很高明 同时也是很糊涂很愚蠢 我们前面提到美国政治多事之秋 对那近期美国财长耶伦反华来说 尽管可能什么都谈不拢 但是缓和关系的态度没有 否则俄罗斯进入战争状态了 中国也加速备战S3赛季 迟早得挑个不听话的打打屁股 到时候美国霸权的遮羞布可就真的保不住了 如今我们中国早就不吃美国大棒加糖果的那一套了 美国到处挑事买火药桶 结果呢就是到处树敌 现在战争机器全开的俄罗斯 还有中东浩浩荡荡的反乙大军 已经够让美国喝一壶了 若是中国真的拿菲律宾杀鸡敬猴 那21世纪信息化的解放军 打还没有完全步入冷战时代的菲律宾 简直就是三体人打原始人 届时美国它是观望局势呢 还是通过军事援助给中国放血呢 不过这一切都完全是做梦 必须要说明的是 美国提前被卷入与大国的全面冲突 绝不是什么好事 中俄要建立新秩序 美西方要维护旧霸权秩序 因此对于中俄来说 如果有名正言顺 捡出霸权党羽的机会 那中俄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而且目前中东东欧南海局势 其实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 美国咬咬牙也许还能支撑两线作战 但是它绝对难以同时对付中俄一铁三角 美国盼着中国跳入菲律宾的泥潭 伊朗和俄罗斯呢 也正在等待着中国秀出肌肉 只要中国出手 那美国霸权将迎来真正的末日 闯过期来的俄罗斯将不遗余力的向西挺进 叙事待发的伊朗呢 也将会把战火烧向以色列 所以啊 美国联合日澳非盟友挑衅中国的行为 看似是给中国挖陷阱 其实是在给他自己的霸权 绝坟墓 因为对于美西方集团来说 将中国彻底推向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同盟 恰恰是他们最糟糕的情况 中国以丰富的资源 庞大的核弹库 齐全的工业体系 还有先进的科学技术 将使美西方集团呢 无论是大规模热战 还是新的冷战 都很难占到便宜 所以历史的车轮此时已经转动了 将碾碎美帝 而我们呢 都将成为新旧世界更替的见证者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聊